黄澄,我这个儿子我再也管不了他了 怎么大爷,你今天这么着急汉河过来 那个就是我小儿子 给他找的工作,不许上班 大学里被谈了四年的女朋友 也吹了,天天在家里啃了 大爷,那是怎么回事 别提了,这孩子从小有个乒乓梦 这喜欢打球也没错 你不能把对象和工作都丢了 行,大爷,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这事你交给我吧,好吧,您别管了 你好兄弟,请问你是那个王大爷的儿子吗 是,怎么了 刚好我们在做活动 我们想找一位乒乓高手 去参加我们那个球王蒸八寨的一个海选 听您那个父亲说,您十分专业 所以想请你参加我们那个海选,您看行吗 有出场费吗 这个一旦进了海选以后 这个奖金是非常不高的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和我们负责人打一场 就是我,我这次负责这次活动 然后我们如果觉得你符合这个条件 你就入选,您看行吗 可以 行,那咱们打一场就行了 行,那咱就直接开始呗 你这就把我赢了,然后你就入选 好吧,您也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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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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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ó 哦 哇 喔 啊 啊 我看你们打的怎么样 我一定要选上 你以后不要跑 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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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的什么蠢蠢 赶紧给我回家